就是这个图 就是我们逐一的 你们有看到这个编号吧 那比如说 我们先从最简单这个图开始 第一个如果说我今天要画一个什么 像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呢 它有什么特性 你可以看到底线这边多少 80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画一条线是80的线 应该还知道 还记得怎么画线吧 上礼拜有用过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95 可是呢 那这边的长度多少 不知道 问号 只知道这边是垂直的90度 所以我们该可以怎么做呢 基本上K的就可以辅助我们 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这边画一条长一点的线 那长度不知道 可是一定要比它长 我们大概就是给大概80 超过对不对 可是呢 我怎么知道说 这边到这边刚好是95 那其实小学的时候应该各位用过圆规吧 圆规 你就把圆规的中心点定在这里 然后画 你就把那个圆规拉开多少 95嘛 那它不就是可以画一个圆 画到这里 那不就知道说 原来这边到这边有个焦点 95 那之后你就会有个焦点 上面这条线多的你就把它杀掉 那这个三角形不就画出来 那其实这个圆规可是在K的里面没有圆规 可是有圆 其实圆就是圆规 你就把它当圆规来看待 所以你要画图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图 就很容易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开启这个K的环境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K的环境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画 K的环境 那这个地方 我想你们可以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大小 你可以OK 开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 第一个就是这边有个线 因为我刚刚讲过线 好的